中华民族真的缺少尚武精神吗? 其实相比俄罗斯,我们的尚武精神一点都不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迷彩虎,我是虎哥 最近这几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并且由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当前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比以前紧迫许多 于是有一个词便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到 那就是尚武精神 现在我们一说起俄罗斯 就会想起人们对俄罗斯人的戏称战斗民族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这也算是肯定了俄罗斯人的尚武精神 但是实际上我们中国人的尚武精神 比起俄罗斯人来说其实一点也不差 如若不然我们这世界第三大 总共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难道是冲话废宋的吗 其实尚武精神一直都是根植在中国人的骨子里的 这可不是虎哥乱说 就拿古时候来说 七家军可以说是明朝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之一了 而当时七纪光在招募七家军的时候 也着实是领略了一番民间百姓的武德风配 大明嘉靖年间浙江沿海倭寇为患 朝廷是多次派兵进脚 每次都大败而归 当时呢 大明为所兵战斗力奇差 往往被十分之一的倭寇追着到处跑 而当时的七纪光便想要专门训练一支 战斗力足够彪悍的军队 用以对抗倭寇 这就是七家军的由来 而当时七纪光建军的首要问题 便是该从哪里征兵呢 直到七纪光路过义乌的时候 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因为当时的七纪光 见到了义乌矿工 那惊天动地的大规模泄斗 大家印象中的泄斗 是不是就是几十乃至上百号人 一起打群架 但是和义乌当地的矿工比起来 这简直就是毛毛雨 当时义乌矿工泄斗的导火索 是一座银矿 整个打架事件 从嘉靖37年6月份开始 到10月份秋收结束 整整打了4个月 而参与泄斗的人数 也是相当惊人 据统计 在这一场大规模泄斗中 双方参战人数高达3万多人 光是死伤就达到了2000多人 堪比一场正儿八经的古代战争 由此七纪光便决定 从义乌矿工之中征兵 初次选拔就有4000义乌人入选 随后呢 西纪光又招募了2万多义乌人 组成了赫赫有名的七家军 其实啊 再往前看 中华民族的上武精神 也是刻在骨子里的 比如说 儒家所说的君子六义 礼 阅 舍 玉 书 树 里面有两个半是和军事相关的 舍就是指射舰 玉则是指驾驶战车 这里面的树呢 其实呢 主要也是涉及到计算粮草物资等算数 算是半个 也正是有了这些先祖 我们才能有如今这么大的领土 其实很多老铁对于中国的历史都有个误解 认为中国古代有许多王朝 都是被北方的游牧民族所灭 哪怕没有 也是经常被游牧民族男亲抢劫所困扰着 但实际上 这种看法也是过于片面了 实际上 如果游牧民族真的很强的话 那为什么他们住在北方干旱 严寒地方 而不是住在相对温暖潮湿的烟山以南 实际上 游牧民族也是人 也知道温暖湿润的中原好 之所以不进来 是因为进不来 而不是什么不想来 弱者才会住在草原苦寒之地 而环境宜人的中原地区 以及南方地区 实际上早就被我们占了下来 之所以会对游牧民族有这种印象 主要就是由于幸存者偏差 画面中的就是二战时 反航飞机各部位重弹比例图 驾驶舱发动机几乎都是空的 然而人们看到的只是成功者 就像飞机被击中 驾驶舱发动机 立刻就会坠毁 因此 如果对幸存飞机统计起来 这里反而重弹概率最低 因为飞机早就坠毁了 根本就统计不到 古往今来的游牧民族多了去了 南下的不计其数 但成功的寥寥无几 可就是这么几个成功的 看起来就能终结几乎每个中原王朝 这就是幸存者偏差 实际上除了北宋等少数特例 中原王朝建立初期都可以横扫草原游牧民族 而东汉更是到死都在压着北方游牧民族暴打 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收入慢慢提高 在形势上我们也越加的淡定 但是这可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尚武精神了 否则的话 在高原边境的那二十来个印军冤魂 可就要压不住棺材板了 正如胡锡进主编说的一样 千万不要把我们中国人的克制当成是软弱 中国不想调习冲突 也不怕面对冲突 如果想不通 那就再来打一架试试 打架的本领那可是长在我们骨子里的